人可以彼此互相分享他们的价值 所以我会定义它叫做共享价值 对 那共享经济比较不太一样 是因为 我觉得共享价值又比较抽象 他的社区跟参与的人呢 其实都是彼此互相分享他们的一些价值的 其实他在当中并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 就像有些人会觉得当志工很有爱心 那这个事实没有错 他的确有爱心 他可以把这个爱心分享给当地的社区 但当地的社区也可以分享他们对于生命比较存储的态度 或是比较尊重土地的态度分享给我们的志工 所以其实当中有些概念并不一定有所谓的好跟坏 它只是一个互相分享的过程 所以不用去太过于苛责说 某些人的行为或态度好或不好 因为其实当地的组织或是接待志工的单位 你只要有足够的sense 或是你只要有足够的系统去维持的话 其实这些志工经济这边还是可以被你翻转的 他们可能原本具备的不一定是对的观念 包括我们自己的志工 也有很多就是不OK的 他可能是为了所谓的志工证书 包括现在的服务时数 那我们一样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系统去翻转他们 也许不一定百分之百成功 但至少我们的系统可以去让他不会去破坏当地的社区 也不会去影响到当地的社区 他来到这边至少他可以完成一种房子 或是完成一种厕所 那如果他的态度不OK 我们也会有办法去防治他 但是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去复合教育他 让他可以整个观念被翻转过来 让他整个人生态度可以被转变 那他的转变也会影响到这个社区的劳动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相影响的过程 那刚刚有提到八物资 举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在募集 我们一样会募集物资 但是募集物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破坏当地的经济 大家应该知道TOMS的鞋子嘛 所以买一送一 那他过程中我被批判就是 他送鞋子这件事情破坏当地的经济 那我讲一个例子比较是海地的案例 海地在水家发生之后呢 其实有基督教团提到当地去送鸡蛋 那所以当地的养鸡的小蒙呢 就因为大家都拿到免费鸡蛋 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 那这个案子两年之后结束 基督教团体不再送鸡蛋了 但当地村民也买不到鸡蛋了 因为没有人去养鸡 那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业与业来讲 我们的物资量不会达到去破坏当地经济 但我们一样会去避免去思考说 我们的物资量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真的需要的人可以得到物资 那又不会去破坏当地的经济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刚老师有提到 就是垃圾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在行间出发之前 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讲说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那如果你用不对的物资来呢 我会直接跟你讲就是垃圾 这样带回家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东西留给有需要的人 那你爱心很多没有错 但是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去发挥到对的地方 那最后讲到生活的部分的话 我自己跟一个朋友 应该说我朋友他自己发起一个计划 那会跟旅行比较有关 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 怎么去看待旅行这件事情 也会交通连到今天的主题 那我从八一岛的案例来讲起 那也是包括我们现在在花莲做的计划 都跟土地有关 那花莲实体坪的港口部落是原住民部落 那它早期的时候 因为原住民的口外有嘛 所以他们原本种植的是海盗米 那因为青年化疑的关系 虽然老年人越无法种植 他最后去卖土地给一些财团或是政府 让政府去开发这个实体坪的地方 那当地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 就希望可以去富裕海盗米 保留传统的根法 同时也去呼吁不要去贩卖土地 那它的事情也发生在巴厘岛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是变动的 土地这件事情 一样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重要 巴厘岛的土地也是 巴厘岛的观光区 主要集团在南部的库台跟登巴萨的地区 那现在的观光区越来越发展 所以开始往东往西移动 那当地的村民也开始意识到说 他们的土地慢慢的被澳洲、新加坡 甚至被法国财团收购 那他们没有办法去维持自己的收购的时候 就必须去卖土地 那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以花脸来讲呢 我们就会去协助他们富裕海盗米 去提供他们的一些经济的收入的来源 甚至去让他们去做一个劳动 他们知道观念的重要性 但埃岛比较特别 我们透过homes day的方式 我们透过当地社区自己成立的homes day 我们进到社区里面 那在过程里面我们会去做一个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个协助辅导设计的角色 他们可能做homes day的时候 单纯就只是觉得让外国人来做 就像MVMD一样 但是我们会去协助他们去设计一个好的行程 这个行程可以让志工进到这边来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具备一些意义的 包括环保 那包括一些生态的概念 或是永续的概念 这些东西我们会把它放进去 所以他在做homes day社区的时候呢 他其实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去让这个homes day做得更好 那一部分他可以去让更多人进到这边来 是被影响的 一部分他可以去期待更多的观光客 让他有稳定的收入而不会去卖土地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计划设计上 都会带到很多生态的概念 那我再举个例子像 我们在柬埔寨是盖厕所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盖厕所建议事 想法是什么 其实还蛮有趣的 你们可以尝试看看自己盖一间厕所 就知道很好玩 因为厕所这东西 我们从来不会去思考 它为什么存在 那在柬埔寨的社区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村民 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厕所这些事的 要他来讲 他的观念就是 反正就是去外面上厕所 叫大小号 他不会知道厕所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要志工去盖厕所的原因 是因为 你今天捐一个厕所给他其实很简单 但是你把它放在那边 你刚才想说很重要 要去用 他不一定会知道 但你当你带一群人去把它盖好 然后认真的去把它完成 透过各种不同的戏剧表演 或比较亲近的方式 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讲厕所 为什么要有厕所 然后怎么用厕所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这个真的很重要 他就会真的去使用 目前我们在节目 大概盖了150间左右的厕所 那使用率是99.999% 基本上这些100% 然后是非常大量的在使用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厕所 它不只是单纯的一间厕所 我们会带很多生态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会推广一种叫干湿厕所 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去知道说 分子粪便其实是非常好的肥料 那如果你可以好好把它储存起来的话 它其实可以去施肥 但是很少人会知道是因为 我们都市的使用的厕所 其实是经过下水道系统 污水处理厂 经过非常多的成本 然后非常多的耗费的能源 才把它处理干净排放到海里 但其实人的分辨是单纯能可以回归到土地 我们会一样推广这样的概念 那有些村民可能也不一定会接受 那我们还是会挺空冲水式的马桶 只是我们在做化分子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可能到所谓的生态破坏 我们会有一些比较自然的方式 会带一些比较蒲门的工法 或是一些概念 去让它的厕所分辨排放出来的时候 也可以回归到土壤 比如说用香蕉圈的方式 因为香蕉树比较耐肥 所以我们用香蕉圈的方式 让它排出来的粪水 可以被香蕉树吸收 让香蕉树成长 同时也切换它污染地下水的可能 所以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因为我们不略是从专案设计 到生活到旅程到过程 我们都会去尽量地思考 那再从巴尼岛讲起呢 它会比较像是公益旅行的概念 这是我们公司在做专案的 大概第一种模式 就像我刚刚讲 直接进入社区做社区工作 第二种是跟组织合作 那第三种是进入到旅行的观点 比较像是公益旅行或是生态旅行 那在讲组织合作的话 我提取一个例子是台东好了 我们在台东会跟当地的组织合作 去协助他们一个叫海哲书 书屋的组织盖书屋 它就比较像是教室啦 然后因为台东很多 可以在家有很小朋友 他可能晚上家里没人 他也没办法回家 他可能就会学坏 所以书屋会去收留这样子的小朋友 让他们晚上去有饭吃 或是学习一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 比如音乐啊 吉他跳舞 那所以他进入就需要一个空间嘛 那大家可能觉得盖教室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们在跟书屋讨论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会希望 盖教室这件事情都有一些延伸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盖了第一间全台湾D 弄的Gungo土砖榜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土砖或是夯土 那简单来讲就是盖常侦论 万里常侦论的方式啦 它土砖跟夯土的概念呢 它其实比较以水银或是钢筋来讲好了 这些东西如果拆毁或是销毁的话 它其实没有办法回备到土壤 但如果你是用土砖夯土的方式的话 它结束之后就是回备到土壤 所以它这样子的方式是第一个 比较亲近比较友善的土地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有一些很好的功用 比如说冬暖夏凉 那我们也实测过它的稳度 其实的确在我们盖好这个土砖屋里面 土砖书屋里面 它其实是非常的舒适的 那这个空间呢 它会提供给小朋友用 但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技能传递 那在盖土砖房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把这个技术去 当然会请土砖老师来教我们 这个技术除了引力学之外 也让当地的青年去学 所以青年他在学这个技术的时候呢 他本身就成为工班 我们都叫他们黑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当地的一些 部落的一些小朋友 那他们就自称为黑孩子 这些黑孩子他们可能 从小到大都是成绩没有很好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技能 那我们需要这些土砖的技术 盖土的技术之后呢 他们进一步就可以去外面自己做 接案子 然后有稳定的收入 所以我们盖好一栋土砖屋 它除了可以让小朋友的空间之外 它是从一些友善的土地 同时让当地的青年有技能 那目前我们土砖屋已经盖好两三年了 我们第二栋是盖咖啡屋 那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咖啡厅 我们一样提供的工法 不是用土砖 因为做一个土砖 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然后赛一个个月 所以很久 我们第二栋就是用夯土的方式比较快 那夯土的方式盖好一些咖啡厅呢 就会在当地区领域 那咖啡厅可以让当地的青年 也可以有技能 学习咖啡的技能 进一步有稳定的收入 那我们今年是第三年去做这个计划 我们今年会做安置屋 那这些安置屋一样是用这样子的工法 那安置的一些都是 他们可能经过去年的风灾 然后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回家的人 他们可以暂时的坐到这里面来 所以这是我们在跟组织合作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的把一些概念带进去 然后去进行组织的需求 那最后讲简单 比较轻松一点 我们自己在旅行的过程 像这个是泰国跟柬埔寨的边境 叫博貝 那是一个比较乱的边境 有各种不同的议题 那我们也操作了这样子的计划 就是跨越两国的计划 从泰国跨越到柬埔寨 然后同时会带到边境的议题 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没有像这样子 路与路之间的一个国境的现实 那像这样子的国境跨越 其实会有很多比较特别的事情 让大家去看 比如说毒品或是性交易 或是人口贩运 这些东西会在跨越边境的时候 去看到这些东西 那我自己很常去做这样子的边境旅行 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分享给制作 这个是辽国跟泰国的魅宫河交界 那我那时候是从 我是从泰北 从新来 然后去过老师刚刚讲的地方 然后去完之后 我就从泰北那边一路坐船 进到辽北游国邦 那大概要坐两天 然后也很特别 你就会发现 这个魅宫河一座是辽国 也有是泰国 这两国的环境会差蛮多的 辽国相对来讲 它的发展比较没有那么迅速 泰国就会发展比较迅速 所以就看到电线杆 或者是一些基地台 那辽国可能就是很多火根的一些画面 所以在这样跨越边境的过程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我觉得永去旅行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你怎么去设身土地的观察当地的环境 如何去尊重当地人的文化 怎么把自己放空去做一个 你真的持续认识当地的文化 然后不去做批判 其实文化冲突是蛮大的 比如说我在当地看过人家吃狗肉 他们就直接把狗淹死 然后敲昏 然后就我们一起吃 然后他吃出来 外面还换一个狗头 就是已经 就是只剩头 然后已经烤过的 然后我们要煮它 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包括我去印度恒河的时候 恒河就是圣河 所以很多印度教是 一辈子要去朝城一次 但是恒河 它从上游到下游 多少人的排泄物 然后加上 岸边的火葬跟水葬 尸体直接放到水 经过仪式之后放到水里 或是烧不成骨灰之后放到水里 那个河水这么脏 你当看到这个的时候 当你的导游要你 或是当你的伙伴要你去 下面沐浴的时候 你会不会敢去沐浴 但当地人觉得很神圣 这种文化冲突 其实在我理理过程中 非常常碰不到 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 你怎么去尊重当地的文化 你不一定要强迫自己去接受 但是也不一定要去批评 这是我会在旅行的过程中 带给志工女的观念 刚刚我自己有讲到 喜马拉山 那我自己去过两次 第一次是去爬 埃朗纳峰的大本营 大概四千多公尺 大概走了八天 然后第二次去是从西藏 去圣武峰大本营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 在尼泊尔跟在中国大陆 看喜马拉山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景象 尼泊尔就像这张照片一样漂亮 虽然说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环境破坏 但我觉得不认识尼泊尔政府 还是学霸人 他们其实都非常努力 想要去维持当地的环境的保存 我觉得他们做 没有说做得很好 但我觉得他们尝试在做检验室 那中国大陆比较特别的 就举这个例子 我走安纳格纳峰的时候 大概走了八天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车子的 大部分都是挑夫 或是驢子 耳朵子 但是中国政府呢 他可以一路把公路跟兵电杆 就是 柏尔路开到圣武峰大本营 海拔五千多公尺的地方 所以你沿路上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支驾游啊 车车啊 游客啊 然后到圣工大本营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垃圾 所以 现代化的发展 其实 让我们真的 可以很快的去新进到 所谓的人间绝境啊 什么人生必须的适合地方 我们透过现代化 真的可以到这些地方很方便 但你会发现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其实也造成了非常多的破坏 那我们方便去看到这些东西的同时 我们也同时在破坏这些东西 那怎么去取得迷恨啊 也是我们公司不断再去强调 也在去找群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会讲到 刚刚的文化冲突在缅甸 那缅甸的传统服装叫东西 那女生跟男生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我想讲这件事呢 是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有团课教传播理论 教授第一团课就要求 搬上所有男生穿裙子 那我都觉得很荒谬 但是也觉得蛮好玩 就是说去穿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穿裙子 男生穿裙子是一个很诡异的画面 那教授跟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 他要我们去突破所谓的框架 就是我们在现代化 应该说我们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会赋予一些框架 比如说男生不能穿裙子 或者是男生不能玩牙娃娃 或者是女生不可以太好动之类的 那这些框架其实都非常的明显 那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但到明天之后才发现说 男生穿裙子其实是一个非常稀为常的事情 只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而已 那最后就分享一个观点给大家就是 我在做这份工作 跟我在当地做这件事情 带领志工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想要跟大家讲的 一个是找自己 人生只有四件事情 一个是找自己 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好做 坚持做 然后好好离开 那我现在是在人生第三阶段 然后我们大部分的志工 都在第一阶段 我们总去协助他们找到自己 去对这个世界更友善 然后让他们 因为他们而让更多人变得更好 其实就是我在工作里面 希望赋予给志工 也赋予给我们在地社区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接下来就 还有一点时间就来做 我们是三位讲述的 有没有 请 来一起 一起跟大家 在这边 跟在一起 那因为我们直接说这个 教育夫主 他说真的跟大家抱歉 尽量能够严厉一点 我想 所以大家就来 我们用不限 那么可能两三个 有三这个问题我们在订柄 好吧 好 其实是同时问三个同家 就是说因为其实对 对环保团力来说 我们比较面临一个问题是说 未来我们要有所谓的那个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前瞻 什麼網高基礎建設計 我號稱8000億 對 那 我們就很擔心說 我們去南向是把那種 台灣不要的污染工業帶過去嘛 所以環保團體就會很直覺就是想說 好 那我們趕快想辦法創建環保團體 然後做一些就是看看有沒有辦法 做一些剛的經營的交流這樣 對 但是問題就是 對 就除此之外 因為剛剛聽到 他會跟他分享 學到很多東西 那假設我們真的有機會在台灣 至少我們如果有機會去影響 我們政府的這種政策的走向的話 那大家會覺得 輪胎向財向政策 或是就是我們應該要 我們可以努力的去怎麼影響 不知道 問題就是該怎麼說 因為我去看他們的預算書很多錢耶 現在我們在南向包山包海有很多很多錢 然後那個錢都不知道該怎麼 就是 就怎麼樣讓他變成花在 對我們台灣有幫助 然後對東南有幫助 就是如果從大家各自的領域來看 會不會有什麼建議這樣 不好意思 我剛才講 講不太清楚 對 那我們來再提問 我是想要問一下 高老師那個 你剛才說 蓋廁所 那他們 就想 比較好奇 他們 為什麼需要廁所 就是他們原本的 沒有廁所花 會怎麼樣 就是 他們當地為什麼需要廁所 那那個 理事長 我是想要跟 中文的理事長 對 好 理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對 你覺得 我是想要 聽到更多 在你分享去太北 無惹經驗的當中 就是除了 你的永續的旅行 除了就是 帶給當地的 可能用餐習慣的感覺出來 有沒有更多其他的 例子 對 因為可能時間太短 但是 如果你有辦法 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謝謝 我們再提兩個問題 我用一個 綜合的字幕 因為今天有三個議題 三個議題 當然郭老師 比較提到我們台灣 這些 真台 還有兩位 比較屬於 其實有不少在 國際性活動 或是這個 參與 或者體驗 是不是也有點 交叉 我意思是說 當然 剛剛高姐跟高千 李教授跟高千 談的比較偏國外 是不是也談到 那我們在台灣 是有哪些發展 或是哪些 或是我們就先提到這裡 請三位主獎 來 再多一點 這個回憶 我想來 因為其實剛剛我在談的時候 我有稍微提到 我在1990年的時候 就覺得 特別是台灣大學 因為台灣大學在日本人的時代 其實跟東南亞的關係 就非常的親密 其實全世界第一次做 波羅洲植物調查 是台大植物標本館 全世界第一次做海南島植物調查 也是台大植物標本館 為什麼講這個案例呢 因為 像環保的議題 我一直覺得 全世界最 最被少關心到的議題 應該是生態的議題 我個人覺得 可能環保跟我們的生活 是稍微貼近一點 可是真正影響 所以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生態治國 過一次 因為生態是一個最 最 最底層的一個 我們要去思考的事情 生態之上 才會有環保的議題 才會有生活的議題 所以說不定 生態跟生態理由是一件 可以讓台灣跟東南亞 各個國家 因為那個是表面上看不出 有什麼政治啦 厲害啦 等等 而且是它有很深層的影響 因為每個國家的生態 都有它很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去互相的尊重 那怎麼樣讓這個特別的地方 會越來越好 如果我們抱著這樣的態度 所以 我在1990年才會跟台大建議說 台大應該要去西 不能講說西銀 就是讓東南亞的博士生 可以到台大來 那他們可以研究他們的資源 透過這樣 因為這個是最 像以前我在台大當學生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很清楚 日本很多老師很喜歡收台大的學生 很喜歡收台灣的各政府部門的學生 因為可以把台灣的某一個領域的資料 帶到日本去 然後跟日本的他們資料怎麼做整合 對台灣也很好 對日本也很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才是一個很深層的 可以嘗試久安的 跟當地的人跟土地可以扣在一起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搞不好生態的理由是一個 或者是生態的議題去種樹 然後讓它生態去做保護 說不定我做這樣的建議 謝謝 其實我們地球 把那些國界拿掉 事實上生態是沒有國界的 在這個基礎上 其實大家就可以在一起 保護環境更好 過更好的生活 當然這裡邊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所謂 對他講的文化社區 他的特権 他是不是在 尿解 剛剛我們講到那個永續的案例 就是其實 因為我在泰國的經驗 比較偏向是在學校裡面服務 所以其實我們是 慢慢的就是在我們跟 不管是跟學生 或是跟當地居民 互動的過程當中 是盡量的去想辦法改變 他們的觀念 因為他們其實 其實像我剛剛講到 他們泰國用的民企餐具 他們的民企餐具 不是像我們是用紙杯 紙的餐具 他們是用保麗龍 他們是用大量的保麗龍餐具 那有時候會跟 在那邊跟一些當地的朋友聊天 其實就是會鼓勵他們說 你們不要再用這樣子的餐具 你們可以用 你們可以用玻璃杯 你們可以用 就算不能用玻璃 或是塑膠的餐具 你至少可以用個紙的吧 但是他們就會去反應說 可是那程度很高啊 可是那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其實 有些事情並不是 我們去跟他說 這個很好 你一定要做 然後硬是去叫他們 去改變他們的習慣 而去造成他們 可能一些生活方面的困擾 而是慢慢讓他們去體會說 其實我們是有更多更多的方法可行的 所以 剛剛我提到的案例 只是在一次的活動當中 我們可以接觸到比較多 我們平常沒有辦法接觸到的村民 而做出來的一個措施 那但是平常的話 可能就沒有說 有一個這麼明確的一個活動 來跟他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就是慢慢的在生活當中 去改變他們的習慣 那就於台灣的案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 其實本來檢報後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有在協助 台灣的一些景點去申請 剛剛我們提到的什麼 世界百大景點 那這個申請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是需要 經過看到很多的準則 比如他必須要有達到 某些準則 比如說他可能 在不管是建設 或是在文化的保存方面來講 或是跟社區互動的方面來講 都是要達到那樣的準則 他才有可能被提名 甚至被登陸為世界百大景點 然後我們也有協助一些 至少目前台灣有兩間旅館通過的 國際認證 一個是那個花蓮太魯閣那個山岳村 還有一個就是福泰橘子 他的連鎖的飯店 那我們這個是 其實這光是一個認證做下來 其實他們就是要可能要花一到兩年的時間 長時間的去記錄他們的可能是電水 或是各種資源的消耗 或者是他們如何去在他們的 比如說廢棄物方面如何去處理 那他們必須真的要達到這樣子的概念 才能夠去申請到一個專案的認證 然後得到這個標章 那所以其實是很多小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去 去提什麼政策 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們只能從一些小地方 慢慢慢慢的一點點去做 那也許力量很有限 但是總是要有一個開始做的 那另外是台灣港島署 沒有再推薦綠色旅館 你覺得這個什麼樣子 綠色旅館 其實我們自己在看綠色旅館的那個過程 就是覺得有一點傷心是在做表面功夫而已 而且它其實並沒有很持續 然後或者是 就是它已經可能申請過之後 政府就再不管它了 它沒有任何後續的 就是說再進一步 說你可以再 因為像國際的認證的話 它可能就是第一步 它可能造了一個 它有一個同職獎 它可能它的同職獎達到之後 它會鼓勵它再去申請贏職獎金職獎 它其實是有階段性的 但是台灣就是 我給你一個這個之後 我會再不管你了 所以其實看完後來就想說 那它之後它可能為了你要來審核它 它做出來一套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你一走之後 它可能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況 那然後呢 那其實這個標章對我們來講是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現在會答第一個南向的部分 我自己對南向政策沒什麼研究 因為我完全感覺不到南向政策 對 那反正這也不重要 因為對我來講 我的工作跟它的政策 並沒有太好關係 是因為我在過去五年 就已經發現台灣 進到東南亞的腳步已經非常的慢了 包括馬來西亞 泰國跟新加坡 這些國家在這個東南亞的佈局 還有韓國在東南亞的佈局 原住這些都沒有人超過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腳步已經非常的慢 那我們現在思考的 有的人都是怎麼去賺他們的錢 但我覺得應該是讓思考說 怎麼讓台灣的價值被人家看見 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的觀念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個人沒有很去在意 所以南向政策 因為第一個起步比較慢了 然後 而且我也不覺得 我們有能力賺人家的錢 因為如果去過新加坡 金融波或曼谷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們不論是腳步 還是現代化程度 都比我們快了很多 對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剛才問我為什麼要開廁所 很簡單就是 村民沒有廁所 他們沒有廁所 他們會去哪邊上 就是水壁打小便 就比如樹嶺裡面 或是蟲嶺裡面 因為村落其實 我幫你們有辦法想像 村落的生活 反正村落就是 到處都是田跟樹 那基本上沒什麼建築物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水壁打小便 那 關於我們在東南亞 所謂的有據的一些概念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不覺得 他們的觀念會比我們落後 或是更不珍惜他們的土地 我先講一個概念好了 因為我們在村落看到的來講 所謂的製造的垃圾 其實都是 現代化國家帶進去的東西 不論是塑膠 塑膠袋 包裝紙 或是像保利龍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 是怎麼去翻轉 我們自己生活裡面的垃圾 那些垃圾 遠遠比他們製造的還多 他們可能製造十年的垃圾 我們大概一年就可以製造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 是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現代化都市人生活要改變 那而且他們的觀念其實很多 非常的進步 包括我們去印尼巴里島 他們在回收塑膠 或是在回收垃圾上 其實很多的想法 或是技術 其實並不會輸給台灣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 學習的角度去看看 他們怎麼去做這些事 他們有時候其實還是很喜歡 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漁獲村民吃飯 喜歡用芭蕉葉去包你的飯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很好的一些 傳統的觀念 或是一些做法 反正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那回到台灣 我剛剛除了分享我們台東 跟花蓮的部分之外 我們也嘗試開始做一種 新的觀念 是用液體去包裝 我們可能會用一個液體的概念 去讓 把這件事拔小 譬如說我們最近有推移 叫食物旅程的概念 那它就是以食物為主題 那我們會讓參與的志工 去了解食物怎麼被生產出來 所以我們會帶他們去 金農場去實際的工作 那在食物吃不完被浪費 我們會帶他們去 菜市場收盛菜 然後去重新料理 然後可能會做成一些食物 會跟一些組織合作 像人生板位去發送給街友 那還有一個就是 廚餘堆肥 我們會帶他們去做 廚餘堆肥的工廠 讓他們了解 廚餘可以怎麼使用 如果這樣子的議題包裝 我覺得會讓 比較多人有這個意識到說 它的一個整個脈絡 因為其實很多的概念 都是必須要從脈絡去處罰 怎麼被生產 怎麼被浪費 怎麼被產製 那這樣子它才有比較 一個系列的想法 製造說這件事情 該怎麼從它的生活 開始改變 對那另外一部分 是從社區出發 比較是我們傳統的做法 就是去進入社區 然後去盡量提升社區的需求 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給他們 那不一定是金錢 可能譬如說像是志工的冷凍 那我們現在比較在想的就是 怎麼去讓社區本身有能力 去讓別人認識他們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所謂的人跟人之間 或是外來者跟在地者之間 建立一個橋梁 那我們以前是做橋梁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希望可以做一個 培訓的角色 就像培訓我們的 節目代計畫副子人一樣 我們怎麼讓在地的人 成為一個leader 他可以去接待更多的外來人 因為其實我們出的家人 隔壁鄰居 對我們來講也是外來者 我們對他們來講也是外來者 所以其實社區跟社區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非常的重要 那怎麼讓自己的文化生活 或者是一些價值 被其他人看見 就剛剛講的共享價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大家一直講 謝謝 謝謝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 可以 謝謝 我大概已經 稍後不是為了你 我非常贊成剛才郭教授 而且我覺得他一年可惜 這個時間很短 其實非常精采的那一種 都沒辦法 所以我們在做 希望將來有機會 能夠再聽聽 郭教授的 這個 比較精疲的一些見解 我剛才郭教授提到 這個生態是我們最基本的 對這個肯定我們認識 所以現在整個趨勢 國際上也是一樣 就生態這種東西 它幾乎跟我們一些關係非常密切 像我們現在推這個生態標籤 很多產品 那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在我們這個官田 就是那個水池 這個郭仙池 那個地方因為它那個產品種 然後那個水是我們特有的一種 這個鳥類 就在那個地方生活 但是最近發現說 幾百隻以後一來一少 就因為很多的農藥 因為他們的菱角也是用的農藥 所以後來郭委會的一個計畫 大概有一個目標 他就是不懂他們 就是好 我們這邊有四五十家 這種菱角 我們看他就不要弄農藥 結果 那個曼娜理就把他那個清理了 所以他又曼娜理給 那個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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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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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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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池 結果但是他們那個農民 因為生產量不減少 他的產品 農委會就給他弄一個那個生態標籤 就是說上面就是一個水池 比較多水池 結果他那個產品 大家覺得說我們不支持他 因為他為了這個環境 他這個生活上也不算影響 結果他現在的產品賣得很好 而且賣得比較貴 因為他不足在一天 但是我們都很改建他 所以這樣變成一個社區的一種互動 讓我的產品生態標籤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一種樹蛙在那個竹林林業 他們種那個竹子其實也有幾個冥药 結果那個樹蛙他又很可愛 但是他沒有這個冥药 在曼娜也不能生存 他非常有關鍵 非常敏感 所以他那個也是同樣的 比如那個滷水 上面掛一個樹蛙的生態標籤 他們也為了這個環境 他們借了一個心理 但是我們有回饋 要讓他們一個名額 所以我們大家支持他的產品 所以我相信江南 不管是農產品也好 各種工業產品也好 其實我們經過了環保 這種生態的認證標籤 我相信這是為了一個局勢 因為我在異業界四十年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現在抓梨 在鼓梨 這個現在有點不是一個生態的表情 就是你用生態的漁法 去營獲 將來在國際行銷上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幫助 再跟他們講到那個太平的這個事情 因為我也到過清漫就進來去過了 那太平就是我們要是金三角 金三角最有名的就是因素蛙 就是鴉片 那我們政府有一個叫做皇家 這個農業行動的計劃 就是我們從農劇長到我們行動他們 結果呢 我們去看那個計劃 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行動他們種蔬菜 種水果 結果呢 那地方交流不少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其實我們一定要 在當地一定要了解他們那些 真正的這種生活 所以後來這些都失敗 因為你水果啦 蔬菜 你一般遇到三樣 後來我們去了解 他們其實為什麼會種那個拉片呢 因為一方面便宜 一方面就交流不便 所以小孩子要到這個 外面去求學 然後又要經常 爸爸媽媽給他什麼呢 就是這個拉片 千一塊給他 很容易攜帶 而且不會壞 而且可以 跟黃金一樣可以賣錢 所以他們因為有這種背景 所以他們那個為什麼那個 以前那個有個什麼將軍 那個就是跟我們這個 街三角 那個叫什麼 文字路 昆山 昆山 對對對 那我們有反過艾國人在那一天 那裡有個什麼將軍 他每天早上還星期 偶爾去去跟他有他有幾名吃飯 因為他們都不是將軍啦 大概就是中校少校上校 他不用自己參謀之類的 後來就是因為我們的茶葉 因為可以生產以後可以儲存 所以茶葉水教 除了他們的這種 教授部別的需求 他們比較那個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 當至少要協定 協助他們的地 其實我們也搞解 他們為什麼會 這種生活型態 我們怎麼樣協助他 而不是站在我們地方說 我們臺灣的水果我們種權的好 書袋種權的好 我們派幾個專家去那邊協助他們 結果呢 種好了之後呢 他們自己不是要自己吃 他們想要能夠遇到 別的地方去賣賺錢 結果這個蔬菜都沒辦法 可以保鮮 所以也沒有加工 沒有什麼樣子 所以我想的茶葉 後來就只有茶葉是比較成功 所以我想這些 幾三位專家 今天三位專家的這個題目 很難說一起令得起來 所以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 那我就時間那個 再用大家不好意思 所以你們參考這個題目的 謝謝 我想請問我的問題 是不是選 各位去參與 等一下 甚至把其他兩位出獎者 也做點Link 我想選 其實我常常 我非常喜歡到東南亞去 那我去東南亞 不管哪一個國家 我第一個去逛的 一定是傳統賽斯場 因為本身是學植物 我會看到那個傳統賽斯場 裡面賣的那種 常民生果實 我曾經有一次去巴黎島 我去傳統賽斯 我就看到 那種 他們用中旅科的那個嫩葉 我第一次看到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葉子也拿到傳統賽斯場 而且還都不能吃啊 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巴黎島 他是印度教 印度教 他們是很多神 所以每一種他們都要 少旅科要到河裡面 沐浴乾淨 然後到傳統賽斯場去買那個 中禮科的葉子的心 然後做著很小的盤子 然後再很漂亮的花 他們認為神很多 所以馬路上就擺一個花 然後門口就擺一個花 整個地方就擺一個花 那這是他們的Lifestyle 我到東南亞其實 我很喜歡他們跟環境在一起的那種生活 那東南亞的人他對台灣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我曾經有一次跟官官局長 跟一個政務員到馬來西亞 去談那個台灣跟馬來西亞的 免簽證的問題 然後剛好碰到那個馬來西亞的華人 就是他們的經濟都非常好 然後有人當了什麼 州的議員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在聊 他說台灣的生活也是他所看過 他說他常常帶他的小孩到台北 他就把他的小孩放在成品書店裡面 然後自己就跑去逛街隊 他認為台灣的那個Lifestyle 是有一點點日本味道 可是又很華人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台灣的Lifestyle 是馬來西亞的華人最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常常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後來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想 台灣他在全世界最精彩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他的那個Lifestyle 就是每個地方的老百姓 在那個空間生活 他是非常多樣性的 我一直覺得台灣未來要賣的 應該是這個Lifestyle 這個Lifestyle 怎樣來維護他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最後我想談一個 因為我個人認為 台灣是我心目中在全世界來講 他指的老應該就是一個世界的字 因為他不管從人文或文 真的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跟大家來談這個事情 就是說不管是從地質啊地形啊 從氣候啊從生態 甚至於從人文 台灣的人文我覺得像聖經裡面 所提的諾亞方中一樣 這個背後其實很多東西 只是說我們的教科書 一般都不會提 那這個部分我們到底怎樣來做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今天雖然說要談多 來講談很多地方 可是我覺得最根本的那個點 還是我們要認識自己的土地 那所以每一次 那我自己認識自己的土地 使我大概是我這一生裡面 繞了世界一圈 到第二圈我突然間往南的好路 所以我一直覺得在台灣生活 我們最缺乏的 還是對我們自己本身環境的了解 我覺得我們了解台灣之後 相對來講都知道 怎麼去東京來加入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大概是這樣 不好意思 那我在想也是限制時間 我會認為我們還會再繼續辦 類似議題的演講跟討論 那其實另外那個 林林志願高先生 也談了很多的任務 社區餐飲之工 我還是很佩服高麗市場 談到生態 是台灣一個最大的保障 那麼這個生態還還不夠進到 整個我們的生活形態 看一下 那麼是一個很獨特跟很可以 好好珍惜 並好好地經驗 好好地保存 把我們台灣的生態 跟整個好的發展下去 把我們下去 還讓這個有點談 我們是談環境 談污染 我覺得蠻 蠻不是很有層次 還是蠻實務的 但是我們應該還有更多理想 更期待 那是不是我們就再 感謝三位自將者 今天我們這個環保茶碗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 有點時間限制 也跟兩位抱歉 三位抱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隨時跟我們聯絡 呼應我們環保年長 台教會 很多信心 很多信心 今天還有一些書 大家可以拿回去 好 好 是不是真的 謝謝 謝謝 謝謝